上集提及我们三个城市仔在重林 怎样都找不到一只野山的穿山甲 今集我们会站在保育中心的角度 去了解更多穿山甲的故事 是一所坐落于 Kinaberdon River上的野生动物保育中心 DGFC是由沙巴野生动物部门 与英国卡迪夫大学共同营运的 现时保育中心研究的物种包括 马来穿山甲、马来虹、酥猪等 触发式相机是Elisa主要用来研究马来穿山甲的方法 其实摄影器是非常非常用的工具 我用来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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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使用这个研究研究研究 在这位置身体存在 而在身体存在 Elisa 会在森林中设置药杆过相机 希望能够摄影到穿山甲的终跡 每两个星期 她会来更换相机的电池 和拿走记忆卡 回去看看是否有新的发现 你怎么决定设置药杆? 哦,ok 所以,我常常说 我设置药杆 一旦我来到这个地址 我会设置药杆 你会看到药杆的地址 如果它移动到这里 我相信这些药杆的移动到这里 所以我把它移动到这里 那究竟这部机器 有没有曾经成功拍摄过穿山甲呢? 2年之前 我已被捕捉了一些照片 Elisa 跟我们说 其实在过去3年里 都只是拍摄到3组 记录了穿山甲经过的照片 我们这些外行人看 粗略估算 真是一年只能拍摄到一只 Pokemon Go 算是什么? 咦?停电? 没错 在DGFC这里 周不时都会停电 好像刚刚那样 做一下做一下 一停电 所有东西就要停了 这里每一天都会停电 落雨 好像天想提醒你 出去看看大自然 Elisa 在保育穿山甲方面 不单单只有自己做研究 她还参与很多教育工作 Dano Girong Field Center 多年来的保育教育工作 影响了周围很多人 包括生活在附近的Kinabutang村的村民 当地村民跟我说 以前在40年代 还会见到很多村山甲 那时候村里的人会捉来吃 后来 村山甲的数量越来越少 政府 当地的保育团体 甚至一些国外的保育机构 都来宣传说 不要裂杀村山甲 他还跟我说 几年前他曾经救过一只受伤的村山甲 他没有选择拿去买钱 而是交给Elisa 他觉得能够为保育出一分力 比起获得金钱更加快乐 DGFC虽然没有城市里面 舒适便捷的生活 但是这里的人是快乐的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为了野生动物 我们一起 无论你来自在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复杂 宍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